姐夫的墨西哥食堂 我是姐夫 大家好 今天 姐夫要分享一個簡單方便 快速又美味的墨西哥餅 當早餐 午後點心 或者是當宵夜 肚子餓的時候 嘴饞的時候 隨時隨地 想吃的時候 就用平底鍋乾繞一下 不用放油 就算是冷的 也很好吃喔 待會就跟著姐夫一起做做看吧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 熏雞胸 320公克 墨西哥8吋麵餅 8片 墨西哥辣椒 100公克 小炸起司司 或者是滷肉絲 200公克 墨西哥番茄莎莎 一碗 酸奶油 一碗 酪梨醬 一碗 鮮伊勒皮皮瓜 熏雞胸切片 熏雞胸切片 泥油 酸奶油 一碗 墨西哥辣椒切片 備用 先拿一片墨西哥麵餅 再拿大約30公克的巧達起司絲 放在墨西哥餅上面 大約80公克的熏雞胸切片 平均放上去 再把墨西哥辣椒 平均放上去 喜歡吃辣的朋友可以多放一點 會很過癮哦 上面再放一層大約20公克的起司絲 就可以放在平底鍋上面煎了 蓋上一片墨西哥麵餅 稍微壓一壓 轉一轉 讓餡料平均一點 煎的時候可以放一些奶油 墨西哥餅就會有奶油的香味 姐夫喜歡乾燒 乾燒的餅皮比較酥脆 也比較健康 你們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 B面大概煎2分鐘 翻面再煎 第二面也大概煎2分鐘 再翻一次麵 這次只要確定麵餅煎上色就可以了 來看一下 很療癒吧 切開酥脆 切絲 就是要這樣 切片 排盤 可以搭配番茄沙沙 刷奶油 和酪梨醬 姐夫幫你試吃 嗯 滿足 過癮 有撫慰心靈的感覺 墨西哥番茄沙沙的做法 在說明中 有影片連結 酪梨醬可以在美式大賣場裡買到 姐夫過一陣子 也會上傳做法 要持續追蹤姐夫的頻道喔 這樣就完成囉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留言給姐夫 喜歡姐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姐夫食堂 要記得訂閱姐夫的頻道喔 還有幫姐夫按讚和分享 還有要點按小鈴鐺 開啟通知 才不會錯過姐夫的更新喔 姐夫感謝你們的支持 姐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